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个都不想上班 你以为个个都可以不用上班吗 神都一样是要上班的 我现在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众神无限公司 今集的诸神的故事 我就会带大家深入公司内部 看看这帮神明平时在公司是办公 还是真的很忙 进去之前考下大家 神话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呢 其实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不自觉地产生的 集体口头艺术创作 记载了宇宙起源、诸神战争、人类诞生等各种光怪录来的故事 因为古代的人类知识水平有限 没有办法以科学去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 于是他们运用想象力 幻想出一个又一个神明 去解释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 口耳相传之下 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经常听的神话故事 所以 有人认为神话就是文学的起源 属于人类最早期的口头散文作品 而人的创作力和幻想会吓你一条 慢慢这些神话就融入到不同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之中 在《红楼梦》、《雷神奇俠》、《哈里波特》等等的著名作品里面 都可以找到众神的身影 到底众神之间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我们第一站 来到《纵神无限公司》的《中国分部》 哇 一进门口就看到不同的神话文学 咳咳咳 大家 到底中国四大名处之一的《红楼梦》 引用了哪个中国神话呢 3、2、1 就是《铝窝宝天》 《红楼梦》 有名是《石头记》 第一回就讲到《假宝玉》的《通牡宝玉》 原来就是由铝窝宝天时用剩的石头所化 那到底铝窝是何方神圣呢 相传铝窝是上古三王之一 根据说文解字 铝窝的窝字是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 而指铝窝是化育世间万物的始祖女神 三王本纪也记载铝窝有神圣之德 以及人头蛇身的形象 不止不止 铝窝娘娘也是创造我们人类的始祖 根据太平预览的记载 在最初天地开辟的时候 这个世上还没有人类 是铝窝将黄土聂成团才做出人类 但是因为做人的事务太过繁复 它揭尽全力都搞不定 所以它就将绳子放入泥漿里转动 令绳子沾满泥漿后再大力一挥 泥漿就飞灑一地 变成一个个小泥人 当时的人就认为人有富贵贫贱之分 是由于铝窝造人的方法有所不同的造成 铝窝亲手团黄土所做的 是富贵之人 贫贱之人 就是铝窝用繩 将泥漿洒落在地上面而变成的 而一些上古神灵 就是由铝窝的身体所化 就好像山海经所记载的上古十目 就是由铝窝的腸变化而成 不过 说到铝窝最为人熟悉的功绩 又怎可以不提它用五色石保天的故事呢 根据淮南寺的记载 在远古时代 支撑四方的天柱截断 九州的土地崩裂 有时冲天烈火熊熊燃烧 火勢蔓延不息 有时铜沱大雨倾盘而下 到处一片汪洋 周围还有空禽猛兽出没 经常伤害蒙古百姓 铝窝因为不忍心看着人类受苦 于是就练五色石 去修补仓天的破洞 用奥竹去支撑天地 用炉灰去吸干洪水 并杀死黑龙 人类就得以继续生存繁衍 哇哇哇哇 刚刚收到消息 直播聊天室的留言 已经突破十万 看来各位观众 看到铝窝良良 很多问题想问 幸好 我早就邀请了 陳伟迅教授 来为大家解答 一起听听 到底神话和传说 有什么分别 神话可以分为 广义和合义神话 一切具有超自然内容 都可以称为广义神话 但合义有几个特征 第一 它是宗教性的罪事 先闻就将它看成是真实不虚的事情 第二点 这些合义神话 它尝试解释万事万物的起源和行为 第三 这些故事 这些人物 它们不是孤立的 而是故事与故事之间是有关联的 第四点 这些神话的著作权 亦都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不能说我写一个神话 它全部都是共享的 至于神话和传说的区别 神话一般是发生于远古的 它所在的世界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而传说 一般都是近古 所在的世界 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是同一个 多谢陈教授深入浅出的解答 这个直播来到这里 下次我会再和大家报道 乐神的爱恨情仇 看下这个可歌可歌的实话故事 如何启迪后世文人写下经典名篇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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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